好的,各位歡迎回到Battlefield2042,我是小J 那就在剛剛DICE公布了一個我相信是蠻令人意料之外 同時也是大家很期待的內容 那就是Battlefield2042有第二年第二賽季的內容了 那在這之前包含我在內大部分的玩家的推測都是 2042應該就只有第一年的內容了 基本上第四賽季內容出完 就遊戲把管艱難決定,我們下一個戰地風雲再見 那DICE的說法就是這已經不是現在的現況了 至少Battlefield2042會有第二年的持續更新 那他們說他們已經開始製作關於第二年的遊戲內容了 而且還有繼續未來更多的內容還要繼續帶來給Battlefield2042 應該說Battlefield這個系列 那我們就來說說比較實際的東西吧 那就是第三賽季 那根據DICE目前的說法第三賽季基本上就是幾個禮拜之後的事情了 所以應該是12月的時候我們也可以看到第三賽季 那在第三賽季我們也看到什麼東西呢 首先一樣兩把寶庫武器 第一個是在Bad Company 2裡面的XM8 這個很經典的突擊步槍 然後另外一個是BF3裡面的毒牛式A91 突擊步槍 這兩把寶庫武器會夾到遊戲裡面來 同時一樣會有一張全新的地圖 還有一位全新的專家 同時還有兩張舊地圖的重置 這一次是新加坡的那一張貨櫃圖Manifest 那這一張會先出來 所以我們可能在12月就可以看到這一張圖的重置 我個人覺得看起來還不錯 這張圖其實除了一開始的貨櫃區有那個很高的掉幣 上面漲才會歸人之外 其他的部分其實我覺得都還算不錯 那他們對於掉幣這部分也做了蠻多的修改 把掉幣拿掉增加了很多的掩體 所以我個人覺得這張圖的重置我還是蠻期待的 那明年年初的時候會有第二張也是包含著第三賽季裡面 第二張地圖的重置那就是Breakaway脫離那張雪地地圖 他們把大家最喜歡可能也最討厭的油罐 拉到了地圖比較中間的地方 然後呢重置了很多關於像那個峽谷的地方 現在他裡面放了一個魚鷹的屍體在裡面蠻有意思的 那另外一個值得提的一點是他們增加了一個新的 血相關的濾鏡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出來 這張圖似乎看起來比以前更好看了 ok 那除了這些新內容之外 大家最期待的應該就是冰種系統的回歸 那上面的說法是他們對這個系統還在不停的進行測試 那目前大家可以在畫面上看到他們的分類 如果有了冰種系統的分類之後 照理說應該要有武器的分類 但是他們沒有打算做武器的分類 還是一樣開放各兵種可以使用各種武器 那他們做平衡的方式是每一個兵種 他們會有特殊使用的武器種類加成 也就是說比方說如果你是狙擊手 你玩偵察兵 你是狙擊手拿狙擊槍的話 你會可以避棄比較長時間 那如果你是支援兵然後你拿輕擊槍的話 你在架這個腳架的時候 你的這個槍的效率就會比較好 他們說效率比較好估計就是更準之類的 那如果你是這個工程兵 他們這邊說的是utility weapon 我的理解是可能像散彈槍之類的這種武器 你的填裝速度會更快 然後呢如果你是突擊兵 你只用突擊步槍的時候 你的射速會更快 應該說你會更快可以舉槍 在你跑步舉槍的這個間隔會變得更短 所以基本上就是更適合衝鋒的感覺 所以他們是用這種小小的 算是兵種加成的方式來鼓勵大家 去使用你那個兵種比較合適的武器 但是如果你今天想要拿一個散彈槍 玩狙擊手的話 完全沒有人可以阻止你 OK所以這些就是主要比較大的內容了 那接下來就是在這一次的更新 已經上線了 他們增加了一個新的彩蛋 那這次的彩蛋不像之前 他們只是解鎖一些玩家卡 這一次到了結尾你可以解鎖一個吊飾 所以也許大家會想要解鎖這個彩蛋 所以我在這邊跟大家講解一下這個彩蛋怎麼解鎖 基本上很簡單 你只是需要跑幾張地圖不同的地方 所以我建議大家在Polo上面自己開一個伺服器 不要允許AI不要允許玩家設個密碼之類的 然後你在裡面應該基本上10分鐘就可以解完了 所以你必須按照我接下來給大家展示的地圖順序 才能夠有效的解鎖這個最終的彩蛋 首先你需要去擱淺那一張圖 首先你需要去擱淺那一張圖 那在這上面有三個 這種應該算是藍牙喇叭 你需要去互動 所以第一個在海邊的這個 擱淺的浮標上面 另外一個在船頭的貨櫃底下 第三個在船尾的雷達塔的最頂端 然後接下來你要前往萬花筒那張地圖 第一個喇叭在最高的那棟樓的屋頂 第二個在中間的那個劇院的屋頂 第三個在劇院旁邊的地下道裡面的一個 凹進去的門旁邊 然後接下來你要前往軌道發射場那張地圖 第一個喇叭在那一棟最高的大樓的屋頂 第二個喇叭在這棟大樓旁邊山上的一個石頭上 最後一個喇叭在靠近火箭那邊的藍色貨櫃頂 然後最後你要前往復興這張圖 他的第一個喇叭在中間那道長城 長牆的最右邊 第二個喇叭在玻璃房的地底下的隧道裡面 你可以從那個痛水管道進去 最後一個喇叭呢就比較遙遠了 他在靠近A點這邊 比較外圍的山坡上 可以看到整個長城還有C點的位置 當你按照這個順序把這些 藍牙喇叭全部都互動了一遍之後呢 你就可以每一次解鎖一張玩家卡 然後最後你就可以解鎖出一個 吊飾那除了這個解鎖吊飾還有玩家卡之外 每一次你跟藍牙喇叭互動 你可以聽到一段錄音 基本上講述一些notepad跟這個地下黑商的一些運作 然後呢每一次最後一個喇叭都會給出一段數字 如果你把這些數字全部搭配起來的話 你就得到一個坐標 那是在瑞典的一個坐標 根據我們的理解 這是新地圖他們想要設定的場地 他們一直都想要把 因為DICE就在瑞典嘛 他們一直想要把他們自己的故鄉 加入到Battlefield這款遊戲裡面 OK 那這基本上就是這一次影片想給大家帶來的內容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非常期待第三賽季這個冰種重製 終於要來了 那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你們對於這個消息的想法 你們期待2042有第二年的更新嗎 還是你覺得早點把管 趕快給我們下一代戰略 或是乾脆佔你這個IP就消失算了 在第二天要告訴你們的想法 記得幫我分享留言按喜歡 我是小J 我們下次再見囉